古代嫔妃的床宽度不过一米,使皇家太小气了,还是为了防尘米美色,原因你绝对想不到。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欢迎订阅,点赞留屏,接下来跟着史约馆,带您了解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。 一想到皇宫,大家的脑海里浮现出来的,肯定是金碧辉煌的模样, 在电视剧里看到的也是,但是真的参观过故宫的人,或者是了解这段历史的人, 就知道和皇宫的奢侈不成对比的是嫔妃和皇上的床榻,你肯定想不到,古代皇宫奢华宏伟,嫔妃的床却小得可怜。 宽度连一米都不到,堂堂皇家为何如此小气,其实这里面是有名堂的,原因你绝对想不到。 据资料看,故宫的床不是看上去小,是真的很小,相当于家里的单人床, 基本上都是长两米,宽零,九十五米左右,有些可能稍微大一些, 皇帝和嫔妃作为整个国家最尊贵的人物,为何他们的床铺设计得如此狭小呢? 首先从床的文化来看,之所以设计得如此狭窄,是为了使其显得鲜寿, 而床寿发音与长寿相近,在这方面,古代人民非常推崇长寿。 人人希望能够活到百岁高龄,甚至更久,因此不仅皇室成员, 普通人家的床铺也同样狭窄,而皇帝更是如此, 他们对长寿的渴望从未改变过,皇上更不用说了, 像长寿的心那是从来没有变过。 在历史上,许多皇帝曾派人专门寻找长生不老之药, 比如正和,或寻求江湖上有名的神医, 会法术的道士,炼制丹药,都为了追求长寿, 秉持着宁可信其有,不可信其无的原则。 古人将床铺设计得十分鲜寿,亦是一种美好的愿望, 也为了保重皇帝的身子。 皇帝贵为九五之尊, 但若是沉迷女色,而耽误朝政, 也是会被官员批评的, 为了防止皇帝丹于享乐, 一些明军会给后来的继承人定规矩, 比如清朝皇帝临姓后妃, 那要经历很繁琐的流程, 要进行翻牌子来选的, 牌子上写上嫔妃的姓名或称号, 皇帝吃完晚饭后, 太监乘上牌子, 让皇帝挑选,选好之后, 太监便去通知被抽中的妃子, 妃子便梳妆打扮, 赤裸地裹在场中, 有专门的太监送入皇帝的踏前, 在临姓过后再被太监送回去的, 把床设计得很窄, 也有相同的作用, 因为九十五厘米宽的床, 无法容下皇帝和妃子共同睡觉的, 这在一定程度上, 能够限制皇帝临姓妃贫, 并且过夜, 皇帝过于沉迷女色, 不务正夜, 而对于嫔妃来说, 一米宽左右的床够睡了, 也就更加没有必要建太大的床, 古代人对床的制作非常讲究, 有着严格的规格标准, 一般床的高度为一尺七, 长度为六尺七, 宽度为三尺四, 相当于约一, 一米, 可以算作标准床的大小, 相比之下, 皇上的床稍微大一些, 因为妃子的床只是供他们自己使用, 所以单人床完全够了, 只有皇帝的床可能需要睡两个人, 所以稍微大一点, 皇帝有很多妃子, 但只有一个皇帝, 所以很多妃子只能独自守空房, 即使被选中与皇帝同床共枕, 也只是被带到皇帝的寝宫, 过后就会被送回来, 并不会过夜, 床的设计较小, 也是考虑到皇帝的身体健康, 毕竟皇帝是国家的元首, 要以国家的利益为重, 一些自律性差的皇帝, 很容易身体虚弱, 那么国家就有可能乏人执政, 床的设计小也是为了确保, 妃子侍奉皇帝后不能留宿过夜, 这在古代是有专门的制度的, 与电视剧中描绘的不同, 皇帝并不会去妃子的寝宫, 与他们同夜共眠, 正常情况下, 妃子会经过梳妆打扮后, 被送到皇帝寝宫, 在两个时辰左右后被叫醒, 并被送回自己的寝宫, 即使时间已经很晚, 皇帝也只能独自休息, 这也是为了防止皇帝沉迷于女色, 影响国家的政务, 所以妃子们通常都是一个人独自入眠, 床虽然比较小, 但完全足够使用, 还有一个说法, 是为了皇帝的安全考虑, 防止出现皇帝在沉睡时, 被妃子刺杀的情况, 尽管妃子们看起来光鲜亮丽, 享受着无数的荣华富贵, 过着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, 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枯燥乏味, 通常只面对那个寝宫和皇帝度过整个一生, 皇帝并非想见即可见, 他们的一生非常悲凉, 他们甚至无法与丈夫同床共枕, 更别提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, 皇宫外观虽壮观滑, 但嫔妃居住的房间, 实际大小却只有十平米左右, 因为古代宫殿皆为木质结构, 这就要考虑到稳定性了, 因为大殿稳定只能靠柱子支撑, 倘若房子内部太大, 那么宫殿的稳定性会很差, 那些皇帝可不想因为宫殿内部的大气, 而让自己每天活得提心吊胆, 皇帝住的地方和开会的地方, 会建造得大气宽敞, 因为古代能找到特别粗壮的百年老树, 作为主粮主住, 可这样的木材毕竟是少数, 不可能每座殿宇都用上, 所以为了整个宫殿的稳固性, 其他的殿宇就得做出牺牲, 房子会建得多而小, 这样就有足够的支撑, 房间小了, 家具就得按比例缩小, 所以贫妃的床宽不到一米。 古代科学不发达, 老百姓迷信, 皇帝同样迷信, 朝堂有个职位叫钦天间。 平常会观天下, 什么营获守心的现象, 都会和皇帝联系起来, 而皇帝也很相信这些说法, 他们认为自己是真龙天子, 王朝兴衰和龙脉有关。 皇宫的各种造型摆设, 也都多多少少和迷信沾边, 将床设计得狭窄, 皇帝认为可以聚弃, 在古人的思想里, 人最重要的就是精气神, 古代风水学中也会经常提及聚气二字, 他们认为在人的外表, 有一层肉眼看不见的气场, 较小的空间有利于聚气, 相当于为人的气进行了强化, 长时间处于空间范围过广的地方。 这气便会慢慢流失, 重者会身体多病, 减少寿命, 所以皇宫的房间大多精致小巧, 为此值得将床铺大小缩减。 因此皇帝的床也做得很小, 嫔妃是不敢超越皇帝规格的, 所以他们的床也都做得很小, 这绝对不是皇帝小气, 建造宫殿大钱都花了, 哪里还会去这点小钱? 虽说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, 建造故宫花费多少银两, 但就那个规格, 那个用料, 不用想也是一个天文数字。 据说故宫每块地砖的制造, 要耗费两年, 而这样的砖用了八千多万块。 皇帝愿意花费如此高价, 用时十四年建宫殿, 难道会心疼在花点前, 把床设计得好点吗? 肯定是不会的, 皇帝虽然是九五之尊, 但是一些规矩制度不能乱改, 因为就是这些规矩制度, 皇帝的地位才能稳固, 所以宫中有的规矩, 连皇帝也要遵守。 此外, 在古代修建房屋, 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, 为了保证结构安全, 房屋规模不能太大, 特别是在古代, 木制结构的工匠技术相对落后, 房屋主要依靠柱子支撑, 为了确保安全, 房屋规模并不大。 房屋规模越大, 皇室成员的安全, 也就越受威胁, 人们都珍惜生命, 自然不会将皇室的安全当成玩笑, 正因为这个原因, 古代的房间虽然整体规模较大, 但实际房间却很小, 卧室空间有限, 所以床也不能太大, 否则会显得十分局促, 小床给人一种更安全的感觉, 卧室空间小有, 一个好处就是方便古人在冬天取暖。 同样一盆火, 在一个30平米的房屋, 和一个100平米的房屋里, 显然前者更容易保持温暖, 就像北京故宫, 由于靠近海岸, 气温较低, 尤其是冬天, 因此在建造房屋时, 必须考虑这一因素。 需要修建地炉和火墙, 从而空间更加有限, 床也只能放置较小的。 古代的床, 花费了更多工艺制作, 以其精美而著名, 雕刻上漂亮的花纹, 使用不同的材质, 除了木床之外, 还有像牙床, 珊瑚床等, 床也象征着主人的地位。 皇帝的龙床, 是用珍贵的小叶子坛制作而成的, 需要聘请最高超的木匠来制作。 雕刻上刻有双龙祥云的图案, 因为皇帝在选妃时, 倾向于身材较小的女子, 所以床需要根据身体定制, 因此都是较小的床。 古人还设计了一种名为拔布床的床。 它就像一个小房子, 床两侧可以放置小柜子, 床下还可以放置抽屉, 进入其中就像是一个独立的房间。 有人称其为小型单身公寓, 虽然这床很小, 但配备齐全, 既有床, 还有梳妆台, 甚至有些还有卫生间, 这也是富有者的象征。 另外还有一些专门用途的床, 比如子孙床, 专门为孩子准备的, 不放软垫, 而是用硬木板铺垫, 这种床可以调整睡姿, 有助于避免驼背, 也寄托着对孩子的期望, 希望他们在长大后能够保持良好的姿势, 然而长期睡在这样的床上可能导致腰酸背痛。 对于一些体型瘦弱的人来说可能不太友好, 故宫虽然金比辉煌, 皇位也极其尊贵, 但在这背后也隐藏着别人所看不到的心酸, 当然, 遇待皇冠必成其中是无法改变的现实。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